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古爱玲跑步遭油腻男席胸 吴赵和颖还不让走 吓哭女儿古燕忙帮忙 19岁古爱玲跑步被拦席胸 可爱小姑娘古爱玲在北京街头跑步 突然被一名油腻中年男子在马路中央拦下 这一名男子身穿黑色上衣和裤子 身穿白色运动鞋 留了一寸平头 身高约在1米75左右 与古爱玲身高差不多 可是这名男子体态臃肿 体重目测起码超过200斤 相当油腻 而根据这名男子的照片判断 他的年龄起码都已经4050岁了 古爱玲被突然拦下 拘予礼貌 裴笑与这一名油腻男子合影了 可是这一名男子 与古爱玲合影还不满足 并且当场摘下了口罩 来了一个无口罩合影 在疫情期间如此公然摘下口罩 的确是有一点危险 不知道对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对此 网友都非常担心古爱玲 古爱玲面前与对方合影之后 显得有点忐忑不安 毕竟对着这样的一位不了解的油腻男 谁都不可能有安全感 古爱玲的双手护在腰间 随时准备离去 可是当古爱玲准备离去的时候 结果这名油腻中年男子竟然还不肯放行 一个剑步就跑到古爱玲的前面 伸手就要阻拦古爱玲的离去 从现场的动态可以看到 古爱玲在被对方拦路之后 未能够成功脱身离去 并且在两人的肢体冲突中 油腻男子的左手 有意无意地触碰到了古爱玲身体 相当不雅 这样的举动 差一点吓坏了这一个18岁的可爱小姑娘 只见古爱玲连忙呼喊在不远处的母亲古艳 古爱玲的母亲古艳 就在马路的对面不远处 骑着自行车陪古爱玲在跑步 只因为过马路的时候快了一点 结果古爱玲就被这个男子拦下了 后来 母亲古艳连忙赶到 将男子强行分开 古爱玲则投入母亲古艳的怀抱 疑似哭了起来 这名男子知道无法再占到便宜 无趣地离开了 可以看到 路上的行人和车辆都相当稀少 让古爱玲的处境相当不妙 事情曝光后 网友纷纷谴责这名油腻中年男子 不过事后 似乎古爱玲并没有采取其他措施 维护自己的权益 这件事或许就这样过去了 古爱玲也是吃了哑巴亏 应该做好安保措施 不得不说 这一位油腻的中年男子 让古爱玲受惊了 也提醒了古爱玲 日后在大马路上跑步 可能要考虑安全问题 至少带一两个保镖 还是应该的 特别是在古爱玲如今 已经是全国名人了 身家不菲 商业价值也非常高的情况下 自身的安全问题 的确应该放在第一位 这样经常在北京的街头跑步 万一遇到什么意外 或者是什么居心叵测之人 就不好了 这一次偶遇中年男子 也算是给古爱玲和古燕 敲醒了一个警钟 未来出街跑步 必须要注意好个人的安全问题 特别是在疫情并不明朗的情况下 与陌生人接触 更加要保持警惕 最好不要随意让对方脱下口罩 如此近距离的接触 风险是很大的 网友也号召所有古爱玲的粉丝 追星应该讲究原则 且不可以打断偶像跑步 还强行限制对方的人身自由 甚至做出一些 让对方不愉快的事情来 这样的人 恐怕并不是古爱玲的真爱粉 而是一个油腻的黑粉罢了 对于古爱玲在北京街头的遭遇 你怎么看呢 你认为古爱玲有必要要加强安保工作吗 好吗 Wyoming 我们 好吗 我们